最近有同学提到那个,就是入门里面有一个题目是这个,公司商品这一个范例,它是一个受选公司吧,然后给各位demo看一下,我看到我是开起来了,是这个,这么一个完成档,我直接修那个完成的给各位看一下,然后这个范例档里面基本上就是这样,它的工作每天就是要去算,算什么呢,算它的商品里面到底有几个, 这个当然商品里面有几个,它是怎么算呢,把这个放大一下下,就是像这个资料里面,总共会有1,2,3,4,5,6,7,8,9,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,每天就算完之后呢,它就是在后面呢,加上整共有几个商品的合计,合计16个,OK,然后呢, 他就又再换下一个,1,2,3,5,这样,我说你真的,你确定你是这样在,在做你的工作吗,他说对,没错,他就是这样子,而且每天哦,OK,那我就很佩服这样的人哦,那所以后来呢,我就帮你这个档案寄给我好了,我帮你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方法,好,然后我就说,后来跟他讲, 哦,这个写好很简单,你会用吧,按下去哦,按下去之后,哦,全部就帮你算好了,这样不是很好吗,哦,不过,那个过程可能就比较辛苦一点点了,还是稍微了解一下,哦,那这个地方当然有做好的结果的程式,给各位参考了, 那我的做法是这样,第一,因为各位应该都知道这个逻辑啦,应该没有问题,所以呢,做的方式的话,基本上一定是跑个回圈,那这个回圈的话是for i,不是for i,for j,因为这本来是纵向的,我把它改横向,横向的话,我前面讲过,纵向是i嘛,横向是j,j指的是蓝, 然后呢,从第几栏,从第四栏,for j等于4,到哪边去追踪比较好呢,追踪到这边好了,那你会发现这边,Ctrl向右,Ctrl键按住向右,哎,跳到哪里呢,合计,因为如果你追踪,假如说从第二,第二列来追踪会比较好,为什么,因为第二列一定有上面的名称,只是说你停在这里会怎么样,会多一嘛,为什么,合计这个啊, 所以,for j等于第四,到它的最右边一栏,减一,减一就把合计减掉,对吧,那这做什么呢,就是帮我找找看,储存格里面呢,如果他有一个换行的话,一个换行那表示有两笔,两个换行的话呢,表示有三笔,所以关键就是找那个换行就可以,所以那个换行 在那个资源里面,在那个资源里面,这换行就是,前面好像有,有没有做,好像没讲,不知道有没有讲过那个,就是第十,ASCII Code有没有,我们有没有讲到一个内码表,没有啊,十的话就是它的那个New Line,换行的意思,所以我只要找到内码,不过这个内码可能难度会稍微高一些一些,我找到内码的位置之后, 那我就,如果找一个,那就是两笔,找两个,那就是三笔,因此类推,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,如果里面完全找不到资料,那就跳过,就没有了,如果有,有,所以它可以分成两种可能,一个是,有没有资料,我把这个储存给大家出来,有没有资料,有,那有几笔,OK, 如果没有,那就是跳过去就好了,那我需要一个什么呢,一个计数器,比如说叫Count,前面好像是,应该有那个Count,就是到底有几个我把它累加,最后呢,累加完之后呢,再把这个结果给丢到这边来,那答案就出来了,那我当然做的话,我可以先做单列,再做全部,所以只要单列做出来,那我底下就照一样的方法全部做完了, 我会跟各位讲一下,这个给各位当fun,就是参考了,因为里面呢,有部分的程式呢,稍微有点难一点点,可能有部分程式你们可能没见过,如果没有关系,你就当成参考,也许哪一天你突然看懂了,而且你也会用了,那就OK,我们来看一下单列怎么做,OK,第一个的话呢,我程式写完了,那就是这么多而已,那我demo给各位 看哦,单列就是按下它,16,就一列而已哦,一列而已哦,第三列,那里面程式呢,大概说明一下,4J,我刚刚讲过,等于第四列,就第一嘛,第一列,到最右边一栏,减1,那为什么减1呢,因为会抓到合计,可是合计不用再算了嘛,合计这个是最后的结果,所以把它减1哦,OK哦,那有个NAS 再来的话呢,一副,这个第三列,第三列,有没有,的追栏,因为从第四栏开始,4,5,6,7,8,一直到那个,最后,如果不等于空的,不等于空的,那表示什么,有资料,那没有资料我就不管了,反正没有资料就跳过,就不管了,就不用加哦,那我这边多一个什么,iCount,这个iCount是我自己增加的一个变数,这个iCount, 帮者哦,是指的是,到底有几个资料,那理论上有资料,那一定会有一个以上的资料,所以先加1,加到1之后的话呢,恐怕这个地方会是比较难的,各位没有见过的,那这个底下是要做什么,因为我要让他一直,我也不知道说到底有几个那个换行,所以我要让他怎么样,一直往下去找,找什么呢,找换行那个东西到底存在,没有, 如果找,直到没有为止,那这个部分的话,就不能用Fore回圈来叙述了,为什么Fore回圈一定要告诉他有几个吗,从哪一个到哪一个,所以这里的话,可能你就要多学一个回圈,叫做DoFile,后面加一个Loop,那他跟ForeNet最大的不一样是,Fore,后面是多少到多少,DoFile后面这个是一个条件,什么条件, 如果是True的话,就往下继续走,继续跑,如果False的话,就跳离回圈了,所以他会不会进到回圈里面的关键就是那个逻辑判断,那你想说,那这个逻辑是什么逻辑啊,其实我是用INSTR,这个好像前面有印象吧,这个就是在VBA里面去找,找什么呢,找储存格里面,有没有,这个储存格里面, 有没有什么呢,就是换航,CHR,就自圆,10,就是换航,那如果有,他会告诉,就是传给那个什么,前面的这个F,传给他什么,传给他某一个位置的数字,比如说我找到,这个地方,假设这个1,2,3,4,找到了,他就4,他就丢给他一个4,但是如果没有找到的话,他就丢回来是0,0的话, 他就要表示,INSTR如果找不到这个东西的话,那就0,所以DoF不等于0的状态,那什么叫不等于0,因为找到了嘛,那找到怎么样,继续再往下找嘛,所以找到了,那就把它加1,又找到一个了嘛,所以把它加1,等于是说,至少A会有第二个,然后再往下找,你会发现哦,这一行跟这一行,最大不一样在哪里, 有没有发现,这边多一个什么,F加1,F是什么,找到的位置嘛,那因为我要往后继续找,所以呢,把那个位置记下来,再把它加1,就会一直往后面继续找,那往后面继续找,他就会找,那找完之后呢,又回到上面,回到这里,DoF, 看一下,F是不是不等于0,表示有找到,如果有找到,那继续找,如果没找到了,那就跳离回圈了,OK,类似像这样,然后这样一直找找找找找,找完之后呢,我就把这个Count的数量,丢到这个储存格,结束了,OK,类似像这样,我大概讲一下这个,这个逻辑啊, 尤其是这个地方,如果有兴趣的同学,回去可以把这个DoFile的,loop的回圈,再稍微了解一下,这个未来,其实在很多地方,蛮重要的,那因为前面没讲过,好,再来的话,最后就是,已经做好一个之后,那其他怎么办,很简单嘛, 这个地方,如果我多一个,全部执行的话,全部跑完,那全部怎么跑完呢,基本上可以把,由刚刚的那个逻辑,再衍生出什么,刚刚没有列嘛,对不对,所以外面再包一个列,For I 等于第三列,一直往下跑,照最下面一列,NAS,中间的东西呢,基本上都是一样的,抠过来, 那多一个什么东西,Icon就等于零,你想说,Icon为什么等于零呢,为什么,因为,最后呢,一定要先把它归零,归零之后呢,再继续让它累加,否则的话呢,如果你没有归零的话,我们现在做完这个正确的给各位看一下,正确的应该是这样子,十五个,十六个,十五个,但是如果你没有把它, 它归零继续找的话,它会怎么样,它会变这样,十六个,三十一个,三十,为什么,因为你找完之后没有,因为它这个,Icon的数字,你如果没有归零,它就一直存在里面的值,直到你这个程序结束为止,那不行啦,我们每一次都要把它归零掉,归零掉,OK,所以特别注意,这个地方有一个把它归零的动作, 就是主要是让它,里面的值清空,那再让它继续,再累加,OK,所以这个部分的话,提供给各位,还有一个清除,清除是把这个范围清空,那这个范例的话,我把它放在那个云端上面的其他补充范例里面,提供给各位参考,那当然还有其他的,很多的范例啦,那如果有时间的话,也许可以了解,我理论上应该会给一个范例, 会给一个程式码,所以刚刚的程式码,都在这上面,这个是单列的,这是全部的,这是清楚,然后尽可能就是会给各位一些,Mark啦,反正是关键的地方,来画面还给各位一下,试一下,这个是额外的一个题目啦,这个题目也是同学刚好问到的,那我想有些时候,如果你懂的一些方式,真的会让你的工作, 变得不需要那么的,每天都做一样突发链纲的事情,而且即便你突发链纲的,可是也不见得算对,我发现他很多地方都算错,比数也不对,那这样到底,所以很多地方也许你还是要试着写写看这些东西,刚开始会觉得蛮困难的, 不过你写久了,自然慢慢会有一些体悟啦,或者是说刚开始你也许不太会写,没关系,你可以累积多一些范本,那哪些部分不会,没关系啦,将来拼拼凑凑嘛,或许还是可以拼凑出一个,可能你要的一个结果出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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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